记者郑宏达台北报道,身份证明文件在设计北奖名单出炉,但设计奖与人气奖奖项获得票数差距悬殊,引发民众质疑,外界质疑是与中华民国国企元素有关。 内政部政务次长花敬群下午表示,评选并无针对特定符号,图腾或认同,盼大家误作过度解释,基本上国企本来就是身份证必要的符号,国企一定会在身份证上。 身份证明文件在设计评选结果出炉,设计是卢少伦的创作型,Shape获得设计奖,但此作品在网络人气票选仅获得46票,而人气奖与民在地则获得近10万票,此事遭受网友质疑。 内政部为此召开记者会说明,花敬群说,本次活动共有871件作品投稿,透过网络票选目的是希望能扩大参与,评审为7位在设计界有高度声望的专业人士,加上2名内政部,文化部代表共9人所组成,决选过程是透过专业解读以及6项评审原则所选出,花敬群指出, 6项评审原则分别是美学、专业度、时间度、创新度,反映台湾社会样貌及对未来身份证明方式的想象性,设计奖的讲作品型,Shape在专业性、实用性上以现代化且含蓄的角度表达出台湾内涵。 花敬群说,未来会议设计奖作品参考后续身份证版面放哪些资讯,将在与设计师做最后的沟通定案版型。 花敬群说,内政部预计明年上半年向行政院报请新式身份证计划,若朝晶片方向走,预算约需先台币30亿元至40亿元。 花敬群也强调,起初公布的评选办法,网络票选的就是人系奖,但也会参与最后评选,设计奖就是尊重专业,是根据六大原则去开会讨论并投票而出,游戏规则非常清楚,活动本质上并未为为当初制定的游戏规则,对于网友针对有无中华民国国旗是否影响评选及国旗大小的质疑。 花敬群强调,评选并未特别针对符号、图腾等认同,而是根据六项评选原则,盼大家误在图腾上做过度解释,活动本质就是希望更多民众参与,凝聚更多对台湾的认同。 花敬群接著说,基本上国旗本来就是身份证上必要的符号,不必在意在版面上的大小,台湾人爱台湾,爱中华民国的心无需怀疑,不需要说放多大多小就是爱不爱国,台湾不需要这样的论述,国旗一定会在身份证上。 花敬群